設婚人房 向谷排連環倒 老人家一個個跌在地上 尖叫聲嗣情 遠近趕來救援 但民眾向疊羅 ハ 一個壓 一個 根本沒辦法把人拉起來 場面一團亂 不少長者因此受傷 人潮擠到馬路上 車子猛按喇叭 北市府舉辦常iling剪行 湧入將近十萬人參加 動性揮畫差 場面大失控 柯文哲一線聲不滿的長者 追在後面 罵不停 包圍柯P還不夠 直接衝到身邊嗆瞎 柯市長尷尬 慘遭被抗議 柯文哲只能道歉滅火 這個要先跟有來參加的民眾道歉 我們回去會有檢討報告 因為來參加的人比預期的估計增加 是七到十倍 我們缺少一個應變的能力 漸行變漸血 柯市府重陽節敬勞美意 卻惹得英法族很火大